哇 表姐 你公司看着真高级 好帅啊 这是我们公司总裁 这么帅气年轻的总裁 吃饭了 走吧 亲爱的 我们去吃饭吧 这是我男朋友 他就是你表妹啊 走吧 去吃饭 表姐 我有点晕说 做副驾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啊 哎呀 好热啊 请您记好安全带 你们其实我俩都不会开车 平常都是司机 怎么没有可乐啊 给 表姐 我来帮你吧 表姐 对不起 怪我恐怕 我去拿洗手间 你们 我刚刚说了 姑姑就主动把外套给我 表姐 你不会生气吧 我这就脱下来 没事 先吃饭吧 亲爱的 我包辣包香了 等我 表姐 你运气真好 不仅进了大公司 男朋友还这么帅气多金 表姐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田田 你从小就有一个毛病 一唏嘘就要用大拇指搓食指 你的小心思都写在脸上 刚刚破颜料也是故意的吧 我明明比你年轻漂亮 别说不你 是不是压我一头 我这儿不服 怎么了 表姐 他误会我勾引你 顾哥哥 我没有 你走吧 顾哥哥 我没事 不怪表姐 我 我说的是你走 还有 明天起 你不用来公司了 表姐 我再不敢了 可真的没有工作 我没有 把我朋友现在把我的删掉 免他们知道我现在现在带货衣 姐都来投入 嗯 好的 多米老师 有个家许三七的给你打电话了 这么多年没联系 我现在又是一名 还有没见过我化妆的样子 应该认识我了 嗯 给我吧 安妮 你自己还好吗 我看你朋友圈经常工作到半夜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那是上衣 快收下 我们是闺蜜 虽然五年没见了 但感情没变啊 是啊 你当时说了 成为父母也养我的 对啊 别跟我客气 嗯 艾米 我今天都进公司上班了 看到好多毛红啊 你是十三七吧 嗯 这是你的工位 谢谢 哦对了 有人托我带了些东西给你 在楼下保安厅 嗯 原来是关系库 都已经收到了吧 全是大牌 艾米你疯了吗 没事 那些都是山寨的 以后别乱花钱 你在看什么啊 不没有 全往最好的大货一起 今天晚上有大牌四口 赶紧去看 他长得好像艾米 明天可是周末 今晚不加班 想被老板骂吗 我贵贵特地来找我 我不能迟到 我把电脑密码发给你 有需要对接的 你直接在我电脑处理就好 行 哎呀快点 找到了找到了 这钱你拿过去 太多了 我都不会化妆 我不会化妆 我教你啊 哈 怎么能靠近我 别害怕 你看玩具好好看啊 这重要的那笔资料 怎么就会泄露 这些资料只有你的脑里 你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的 我电脑密码没有告诉别人 只有 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了 工资三千用的全是大牌 那都是假的 是真的 有什么 起诉还是赔钱自己选 我来替你选 当这里老板怎么样 他就是赔米老师 他就是赔米老师 就说他可以收购了我们的公司 你现在才八岁 是要不要跟我东西啊 我怎么参赞你 我弟弟在你家楼下被花盆砸出力了 这个也就花到了八岁 找我了 你说我了 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 他是你前任 在你家楼下被砸 肯定是想要来见你 医生说了 想要恢复 最好能有刺激到他的人或事物浮现 是 怎么说你们之前也是恋人关系 你就不想让他早点康复吗 虽然 但是 卡里有十万 照顾好他 两个月之后就是你的 好了 姐弟放心 我保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 身体味棒 嗯 姐再见 阿姨 不饿了 叫什么阿姨啊 叫姐姐 姐姐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饿了 以前那么高冷 现在这样 你还挺可爱的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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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惯痒 不就吃的是一碟泡面吗 这就受不了 爆辣 糟了 忘了他肠胃不好 吃不了辣 姐姐 你是不是受伤了 啊 我看你衣服上有血 怎么被他干到这个了 姐姐 你没受伤 怎么会流血啊 我还要留七天呢 啊 那要怎样才能不留呢 你自己查 哎 姐姐 他们说我可以帮你 怎么帮 小屁孩 乱说话 你都被他甩了 还要照顾他 哎妈 别说了 我有苦衷 我不管 今天必须去向前 小李姐去接你了 等于李向前成功 就把对的故事打出去 这叫什么话 怎么样 是不是后悔给我分手了 啊 晚了小朋友 今天有事你自己玩吧 真鬼 三星你好 我是刘阿姨介绍小李 我们宝贝 你的衣服在哪 这个也是 嗯 你有男朋友 不是我对啊我是看男朋友你哎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还有点事要出别不送 你你干嘛 你你是不记了还是 亲爱的这是你买的新城啊 你等着 放心等我明天面试成功 肯定努力赚钱给你好的生活 嗯不就是保时捷吗 早晚给你拿下 三七你明天成功了 晚上请吃饭了 恭喜你你现在有什么你说 三七 亲爱的怎么了 三七你在哪 我的坚持呢哦 辛苦我呗晚上一起吃饭吧 应该是我干错了吧 恭喜你明天成功入职礼物哇 这表一定很贵吧 假的 看呗 这么贵的生活这么好 我要送我房子 我刚刚没上了 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富二带来天生活的 不是啊 你别问我了 你手上的表两百多万 还说不是 这是假的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的梦中情表 我跟你打赌 绝对是真的 副工作都在干嘛 去吃走 三七 真的是你 我不知道你入职的是我们公司 我故事就会一直被你瞒下去 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只是怕你会有太大压力 我来走吧 如果没钱没地位 你会跟我在一起吗 我是那样的势力也吗 所以现在这样有什么关系呢 我承认我瞒了你 你有什么想问的 你就问吧 我全都告诉你 你真是我们公司的副总 是 我爸的故事 这也发达到的 几十万 万 卧槽 所以 这两车还是你的 那我虽然在那边 大忘彻车 我不 别难过了 你要不要 试试车 哥哥 你水给我喝一口 你们是兄妹 不是啊 我和他很熟的 他女朋友都不介意 是吧刘哥 对啊 我们是好兄弟 我还要改双话 先走了 哇 许哥 你好棒 你算我打扯了 田田怎么一点分寸感都没有啊 公司的男同事 不管有没有位相 都跟他很熟 也不知道老实距离 谁知道呢 今晚吃三 请客 怎么突然请客啊 我好事吗 我男朋友跟我求婚呢 哇 这个星星三我认得 是第二的吧 恭喜你啊 听说第二段见 医生只能为一人进职 代表你是他医生唯一真爱的 对啊 第二个是一个很珍贵的承诺 你男朋友真有心 我倒要看看 长成这样能找到 多好的男朋友 三七 原来你化妆这么好看啊 你怎么突然化妆了呀 在男朋友面前 有十颗保时精致嘛 他还没见过四眼的娘子 哦 不好意思 来我 你们好 你男朋友挺帅的嘛 真般配 等你男朋友看到你的真面目 看到他会不会喜欢 那我们先做吧 我来帮你擦操吧 不好意思啊 我拿着卸妆紧 你没事吧 没事我去洗手间处理一下 没事我去洗手间处理一下 嗯 三七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 我去看看 我们加个微线 你们在干什么 三七 你听我解释 你们都要结婚了 你不会还不知道 三七的秘密吧 嗯 等会你就知道 这张脸 就是他最大的蜜 擦亮眼睛 徐三七他就长这样 他在你面前都是假的 我也是好心 让你早日看清他的真面目 你 三七 你知道为什么我送你第二钻戒 我听说你们家钻戒 一生只能送艺人 是真的吗 是的先生 不只钻戒 我们家所有产品 都是一生只能送艺人的 毕竟一生是唯一 艺人也是唯一 我们第二认为 无论什么年代 用一生爱艺人 都是爱情你的最高心态 那你这款吧 我就是看出你们家寓意来的 我已经决心要一辈子 跟你在一起了 所以我才会取得 低压转结克的求婚 因为 我上天最坚定的爱 安全 哼 如果你说的秘密是这个 那就白费力气 我喜欢三七 是喜欢她的人 而不是你 无论她是什么样子 我只爱她 我会信我是不会假的 请你注意分寸 你怎么这样 就是 太不分了 你 哼